挑沙发注意三重点 1.装修前先挑喜欢的沙发 让室内设计师依照沙发设计 延续整体空间风格 规划使用合理的沙发尺寸 避免动线被切割 沙发下角处到电视柜预留30公分以上 维持空间机能度 2.测试沙发结构 确认沙发框架是否结实 可以抬起沙发单边一角 另一边一角应该被同步抬起 误差高度在1公分左右 拿起坐垫 用手按压沙发底部感受回弹力 坐垫和靠垫 拿起来双手往中间挤压 测试弹性反馈 3.衣面料材质搭配风格 亚麻材质带有自然质感 适合欧式相称风 是常见的合成纤维材质 有多种机能性面料可供选择 能适应美式摩登 北欧风 极简风 应用范围广泛 皮革沙发则是带有较古典英式风格